继续的变异 BNT的执行长受访时就坦言 明年中或许需要 针对新型的病毒株 再度研发量身定做的疫苗 另外就算完整接种了 两剂BNT疫苗 这效力只能够维持半年 甚至有一半的受试者 半年之后完全验不到 体内有抗体 这一针打下去 真的能够有效对抗变种病毒吗 德国生技公司 BNT执行长受访时坦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恐怕将会出现 能够突破人体免疫系统的 新冠变种病毒 最快明年中就会重新需要 研发一款针对新型病毒株的 量身定做版本的疫苗 至于现在打了疫苗之后 效力能够维持多久 美国最新研究指出 BNT效力只能维持半年 研究人员分析了 46名的受试者 结果发现接种过 两剂BNT疫苗 体内的抗体水平 会在半年后剩下十分之一 甚至有一半的人 完全验不到体内有抗体 研究人员表示 就算完整接种了两剂BNT疫苗 也需要在六至七个月后 再打加强剂 而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Alpha Delta等变种病毒株能够更具传染力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病毒能够有效率的在空气中传播 其中一项研究就指出感染Alpha病毒的患者 吐出的病毒量是其他病毒的43倍 另外一项研究以仓鼠作为实验的对象 结果发现健康仓鼠和染疫仓鼠在相距超过两公尺时 只见小于五维米的气溶胶还是能够传播 虽然目前这两项研究都只针对Alpha 但专家一致推论 大魔王Delta更胜一筹 因此就算完整了接种疫苗 还是必须要戴好口罩 记者众口报道